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下 Redis当中的一个 发布订阅模式 好,一起来在这看一下 第五个 发布 订阅模式 那在我们的Redis中呢 提供了这样一组命令 来实现我们这种发布订阅模式 可以通过什么命令呢 可以通过Publish 和Subscribe 实现一个发布和订阅的模式 那在学习这个发布订阅模式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发布订阅模式的一个工作原理 首先呢 我们的发布订阅模式中包含了两种角色 给大家写一下 了解一下原理 发布订阅模式的原理 第一个 在发布订阅模式中包含了两个角色 包含两个角色 一个是发布者 就是我们的Publish 一个是我们的订阅者 一个是订阅者 这两个角色 那订阅者呢可以订阅一个或者说若干个频道 需要注意订阅者可以一次 可以订阅一个或者多个频道 叫做Channel 注意这叫频道 那同样的我们发布者可以向指定的频道来发送信息 发布者可以向指定频道发布信息 这样一个过程 那现在想发布信息通过什么呢 就通过我们的Publish命令来发布信息 通过Publish 发布消息 那你发布消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订阅的一个客户端 就可以收到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个消息了 那它语法呢 也是Publish Channel 加上一个消息 这样就可以来发布我们的消息了 这样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看 假如说我们想发布一个消息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形式 假如Publish Channel 第一个频道 NEL 叫做1.1 发布一个消息 Mais EDU 那这时候只要有人订阅 有客户的订阅我们这个频道的时候 就会收到一个消息 通过我们的Publish 来发送我们的这个消息 可以来试验一下 打开我们一个客户端 写上一个Publish Channel 1.1 这个频道 发布一个消息是Mais EDU 接着你看到了返回值是一个0 那这个0呢 代表的是 此时没有客户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所以说返回的是一个0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Publish 这个命令的返回值呢 就是表示 接触到这条消息的订阅者的一个数量 假如说现在有三个客户端 订阅了我们这个1.1 这个频道 那现在你发布一下这个Mais EDU 你看到就会不是0了 而是有几个客户端订阅了我们这个数量 这个订阅我们一个客户端的一个数量 那接着来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个实例 多打开几个啊 我们可以写一个GPAN 来订阅一下我们这个频道 一个 Publish 订阅呢 我们通过Subscribe 先来订阅一下 IB Subscribe 写上一个 Channel 要订阅1.1这个频道 那现在这个客户端就订阅了我们这个频道 那当我们这个里边再发送信息的时候 这时候你看到的就不是0了 我们可以来再发送一个 Integer 1 有一个客户端订阅了 那接着你看到 这里边的对应的 是不是已经接到了我们的相应的消息了 那一会儿呢 再来看这个消息的这个返回值 那发布命令我们知道了 通过Publish 那订阅呢 我们通过的是Subscribe 通过Subscribe 命令订阅消息 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呢 你可以一次订阅一个 也可以订阅多个频道 可以通过Subscribe 加上频道名称 NEL 可以一次订阅一个 也可以一次订阅多个 订阅多个频道 都可以 那现在你看 刚才我们订阅了一个 有一个客户端 我们再来一个 CD到Redis64 Redis.Cli 我们再来订阅一下 这个频道 写上一个 Subscribe 加上频道名称Channel1.1 好 又订阅了 现在此时 是不是有两个 是不是有两个 订阅了我们这个 Channel1.1这个频道 但是需要注意 你看到 刚才我们新订阅的 这个Channel1.1 你看到之前 我们发送这个 MathEDU这个消息了吗 没有 记住 发出去的消息呢 是不会被我们持久化的 也就是说 当有客户端 订阅了这个频道之后 只能收到后续 我们发布的 这个频道的消息 之前发送的消息 是收不到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在这给大家写一下 发出去的消息 注意 发出 发布出去的消息 是不会被持久化的 只有客户端 订阅之后 订阅这个频道之后 才能收到 之后发送的消息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你再来发布一个 还是1.1这个频道 写上一个 Hello King 那此时呢 有两个客户端 订阅了这个频道 那接着 你看到 返回值是一个2 那在这里边呢 相应的就会收到 我们这个消息 Hello King 那一会儿呢 再来说这个 返回值 再看这儿 同样的 是不是收到了 Hello King 这样的效果 注意 只能接到 我们之后 发送的这个命令 那现在看到了 我们接到这个 通过Subscribe之后 我们是订阅了 这个频道 订阅频道之后 你也看到了 会有几个返回值 会有几个返回值 首先呢 我们再来打开一个实例 打开多个 没有关系 再打开一个客户端 Redis64 接着呢 Redis-Cli 你第一次在订阅的时候 通过Subscribe Channel 1.1 好 订阅之后 你看到 返回了三个状态 那这个返回的这个状态呢 可以看一下 分别代表是什么 首先呢 这三种类型的一个回复 三种类型的一个回复 那第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 第一个这个值 就是我们的这个消息类型 那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Subscribe 它代表的是订阅成功 它的一个返回信息 那第二三个值呢 也可能根据你第一个值的不同 它返回的也不同 含义也不同 那现在第二个值 我们直接就看到了 这是你订阅的哪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一个名称 而第三个呢 是代表当前客户端订阅的一个频道数量 那当前频道 你是不是只订阅了这一个频道 对吧 那接着你看 我们还可以同时订阅两个频道 或者三个频道 我们再来打开一个 我们订阅一下 写上一个 Subscribe Channel 1.1 Channel 1.2 Channel 1.3 1.3 这是不是一共订阅了三个频道 对吧 那现在你看到 同样的Subscribe 代表是成功订阅的频道 1.1 订阅成功了 一个 接着订阅第二个 又订阅了第三个 那现在这个客户端 是不是一共订阅了三个频道 没问题 好 那现在我再来发送一个消息 这一次 写上一个 Hello Word 你看到 返回值是四 这没有几个客户端订阅了 这个Channel 1.1 四个 那现在我们来查一下 一个 Hello Word 收到了 第二个 Hello Word 收到了 第三个 Hello Word 收到了 接着看 第四个 是不是收到了 这个 1.1 这个频道 发送的消息 对吧 那接着再往下看 看此时又不太一样了 这一块 也有可能返回什么呀 Message 其实这个Message 这个类型呢 这个回复 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它代表的是 接收到的消息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代表的是 这个消息 是哪个频道 发送过来的 代表的是 我们的频道名称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消息内容 这个呢 一看就知道了 消息内容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 需要知道啊 还有一种类型呢 还有就我们的是 这个unsubscribe 我们也可以来打开一个 再来看一下 但是呢 这个unsubscribe 就取消订阅 这个在我们这个 Redis 扣端中 是验证不了的 因为它已经给限制了 Redis 港 CLI 64 Redis 港 CLI 你写一个unsubscribe 加上一个channel 叫做1.1 如果你不写的话 会取消订阅所有频道啊 你看到还会返回这样的 这个状态回复 代表的是成功取消 我们这个订阅的某个频道 那现在你是取消的是1.1 1.1 值呢 这个0代表的是啊 这个客户端会退出我们的一个订阅状态 那之后呢 你执行的其他的发布订阅模式的命令了 你就可以再执行其他的发布订阅模式的一个命令 那现在你看到 在这里边说我们还没有订阅啊 订阅之后的状态是这样的 在这里边你写不了其他命令 你看我们写不了其他命令 只能写什么呢 只能写像我们的subscribe 包括unsubscribe 还有像我们的psubscribe 订阅规则的 包括punsubscribe 只能写这样几个命令 因为这四个呢 是属于我们发布订阅模式 模式中的命令 其他的命令是写不了的 你只有退出了这个订阅之后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才可以来写我们的其他命令 假如你写成一个case 才可以来写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需要注意 但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unsubscribe 它是取消某个频道的定义 unsubscribe 是取消某个频道的定义 订阅 但是呢 在这儿啊 但是需要知道啊 在我们的redis中 redis客户端中 做了限制 没有办法进行验证啊 做了限制 没有办法 进行验证 这一点需要知道 但是呢 它的一个命令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它的语法 你可以写unsubscribe 加上某个频道名称 如果你不加某个频道名称呢 它会取消所有频道的一个订阅 这一点需要知道 它会取消所有频道的订阅 这是最简单的 看到了我们通过publish 来发送我们的消息 包括通过subscribe 来订阅 来订阅某个频道 订阅之后呢 就可以接收到这个频道的一个发布的消息了 我们除了可以使用这种subscribe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还可以使用这种p-subscribe这个命令 来订阅指定的一个规则 那规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像这种global风格这样的一个通飞服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使用这种p-subscribe 订阅某个规则 订阅指定的规则 那现在呢 你看我们想订阅一个 你看我想订阅一个 写成一个subscribe channel 现在是我们有1.1 1.2 1.3 1.4 那现在都是以1点开始的 那后面呢 我就可以写成一个问号 这样的形式 但现在你需要使用这种p-subscribe才可以 好 那接着我们再使用这个客户端来发送一个 hello world 一共5个了 5个之后在这里边是不是收到了 1.1这个频道发送的消息 那接着我们再在1.2这个频道发送一下 加一个11 好 有两个客户端订阅了 那这时候就看这一个就可以 你看到 11 hello world 哪个频道 是不是1.2这个频道 没问题 这样一个规则 使用这种global风格的一个通飞服 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一点需要知道 好 这是我们这个p-subscribe 包括这个p-subscribe 也是不可以的 也是用不了的 p-subscribe 取消订阅这个规则 也是验证不出来的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有这种形式 像我们刚才写的这种是可以的 大家需要知道 是可以的 那这就是我们redis中的这个发布订阅模式 有了它之后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这种进程间的一个消息传递 就像我们以后 假如说这个 你在做 像我们这种微博 对吧 那现在假如说一个明星发布的消息 所有是他的粉丝的人 是不是都可以接到这个消息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就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发布订阅的模式来实现 这个呢应用的也比较广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发布订阅模式来看一下 来试验一下 如何来发布消息 包括如何来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